OK,今天我来教大家怎样来挑你的中软 你会看到中软有四个线 第一个线它是要在这边挑 也是你的右手边的下面这个 那第二个线的挑的它的琴轴是在这边 第三条线是在左手边的上面 第四条线是在左手边的下面 OK,当你的第一线你要挑的时候 你先听一下 你需要download我PPT里面讲的两个软件 手机也可以 或者是像我这样用电脑 找到一个online的一个web site 我有分享给你们 在你们的PPT里你可以去看 OK,第一个线 我再穿 你看它显示的是 C 没有到D 那第一个线应该是D了 OK,那你怎么做呢 你看到它现在下面有一个图 我有画一个图 那第一个线它现在显示的是C 你看 有时候是C 有的时候是C sharp 总之说是不对的 你要到D 那你应该怎样做 它在它的这边对不对 那你就要往这边做 你就up up的话怎样做呢 就是你的琴 你要往上 up就是往你的琴的头上 那如果是down的话 就是往下 OK,那这样我应该是往哪边 up 是不是人以为它是没有到D 所以你要up 你就往你的头上来做 好,现在我来做 你慢慢来不着急 OK,发现现在已经到D了 但是它的指针没有指到中间 它是在左边 就是说你还差一点点了 还没有到 你要到中间 所以我再up一点点 OK,看指针在中间 这样已经差不多100%准了 如果你还要很用力 你这样聊 你看它就是超出了 over了 你要给它down 回来一点 OK 那今天呢 沐老师只教了第一个线 那你先在家传一下 不需要很用力了 很用力弦就会断 接下来的三个线呢 我在刻上稍微再教一下 你回家练一下 应该没问题 很easy的 OK,今天到这边 OK,今天到这边